各位朋友大家好 香港有两个神话 第一个神话是香港是一条小渔村 第二个神话是香港缺乏天然之远 当然两者都不是很合理的 香港小渔村 第一不是渔村 但是有渔港 但是最主要的经济作业根本就不在渔业 香港的经济作业自古以来算是多样性 而渔业只不过是一个小部分 香港缺乏天然资源 就用这个地方的抗产位来说清楚 这个图一眼望了就告诉你 总体上香港有什么的抗产 当然我这里就不想说 香港的抗产 究竟有多少量丰富 我在这里 只是想单说一样 就叫做高领土 如果这个地图根据琐事 你找到的是 卡着有K的 那些就叫做 高领土 紫色圈圈那些是曾经开采 当然 现在采矿在香港来说 基本上都 所遇无几 删除了 但无论如何 如果你找到K字的话 我会告诉你 会在哪里呢 上下百泥 去到尖鼻咀沿岸 沿岸一带 都是高领土场 另外就是 包括青山九径山脚 都有高领土场 青衣岛 马亚湾 赤立国 整个大鱼山 你留意一下 赤立国才有高领土 就是这个情况 另外当然还有 高领土的地方 就是 牛美海的龟贝湾 拗势 奇怪 大致如此 但是当然 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想说的 强调多些少的 就是茶果凉高领土 礦场 那个 茶果凉高领土礦场 就是由于 山势的特殊 一高一矮 高者表示这个 鸡子山 矮者表示这个 白泥山 鸡子山 白泥山 基本上 石巷 当然就是花光颜 但是由于含有铝质 铝质 透过历史时间的成形风化 就会在鸡子山 白泥山的山谷上 经过水流作用 地质 存储了 在 白泥山 有大量的 高领土礦场 以往看资料告诉我们 这个高领土礦场 应该 佔全 香港含量的 70% 就是说七成的高领土 都是在 这个 茶果凉 五六十年代的 年产量的 价值 每年都超过一百万 高领土 的先开资 已经可能追溯到 20年代 1920年左右 去到90年左右 才停 期间 上面有个水堂 水池 那个水池 其实先是茶果凉居民供水用的 另外 建了一个白色的办公室 所谓叫做白屋 然后 今时今日的回收场地 就是他的工厂 来的 就是 回收场之前 其实就是工历土公司 那个厂房 我们就处理这些 然后 运出 运出香港 这个 特别很特殊 无论如何 告诉你 其实香港是 种种种的 抗产 颇为丰富 这样的小弹圆地方 但是其实就是说有很多 都是禁止开赛 举个例子 花光鸭 取之不准 整个香港都拿了 当然不可以挖掉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高领土 好 这个特色 很重要的 就是 人们就叫做磁泥厂 白泥厂 甚至乎 白泥粉 飘扬的时候 造成环境污染 引致 茶果领 居民的 不满 OK 好了 这种高领土 其实最主要就是 用来 萧池萧 萧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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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是有一树 另一树 很重要的地方 是有高领土含量的 这个就是大埔 大埔 很奇怪 这个图没有显示到 当然大埔 大埔宛涛就是因为 山谷位里面 就是能够 能够 但是大埔宛涛的 采高领土的时间 就已经可以 追溯到 明朝的后期 有所谓400年历史的 碗瑶 去到 去到 50年代 现在才是因为 舊技术 追不上新技术 才停了 这里做碗瑶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埔碗瑶 是 就是因为 旁边山 有高领土 抗产 很有趣的 其实你去到碗瑶 如果你继续上索 去尋找 这些历史地方 究竟的矿场在哪里 当然 碗瑶那里 显示了给你看 但是 喜爱探索的香港朋友 绝不会说 到此为止 听说 记得好像天行 都在这个月里 去过那里一次 不得而知 所以 这里看 这些高领土 那个化学色 也有 基本上 应该叫做 阿鲁米利亚 Synica 最主要就是 用这个所谓 直酸 铝化直酸 组成 当然 要有这个 OAQ 是 所以 除了石质 以外 因为 因为含有 那个 抗产里面 含有铝质 而是透过这个 在这个 抗产里面的化学作用 而产生 高领土 当然 化学 物质上的 抗产 其实就很复杂 是吗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简式 告诉大家 香港 不是缺乏天然 资源 多谢大家